六年级华文理解 在一个村林里住着一群狐狸 这群狐狸都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非常爱面子 他们为了面子的问题 可以发生互相勾心斗角 隐瞒欺骗 甚至损人利己的事情来 也因为如此 他们常常想尽办法来编织谎言 以达到满足虚荣心的目的 甚至做出自欺欺人的行为 狐狸群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炫耀 不管是他们身上的部分 或是从外面取回的东西 无论如何都要与别人比较一番 以显示自己的特别 一天 有一只灰狐狸到人类的村庄去偷鸡 一个不小心中了人类设下的陷阱 被逮着了 人类不想杀了那只灰狐狸 但又不能就这样放它离开 就把灰狐狸的尾巴给切掉了 当做是给灰狐狸的一个教训 灰狐狸被人类放走了 但是却没有了尾巴 要知道狐狸的尾巴 可说是狐狸身上最为漂亮的部分 每一只狐狸都会把自己的尾巴当做宝 并且修饰的光鲜亮丽 以突出自己的美 灰狐狸也一样 它不但拥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而且尾巴上的毛发也特别亮丽 加上灰白的颜色 又大又厚 被阳光照射时会发出银白的光芒 因此它常常引你为荣 如今尾巴没了 它要怎么见人啊 灰狐狸在回去的路上 不断在想新的点子 想要找个完美的说法来 瞒住其他的同伴 最后 灰狐狸眼睛一亮 想到了一个鬼点子 便快步跑回森林里去了 回到狐狸族群里 灰狐狸的出现让其他的狐狸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灰狐狸身上少了一样东西 就是它那条又大又美的银灰尾巴 灰狐狸没尾巴的事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族群 大家都跑来看这只灰狐狸的丑样 当狐狸们在指指点点的时候 灰狐狸淡定地走上台阶 居高临下 看着它的同伴们 然后轻了轻嗓子 说你们是不是很羡慕我呀 其他的狐狸听见灰狐狸这么说 顿时哄堂大笑 抱着肚子滚跌在地上 灰狐狸一向脸皮后 不但没有感到羞耻 还理直气壮的大声说 你们这一群没有知识的家伙 跟不上潮流还敢在这里丢人 我真为你们感到没有面子 灰狐狸这么一说 狐狸们果然静了下来 一个个看着灰狐狸 等它的下一个说法 灰狐狸看着自己的轨迹得逞了 便滔滔不绝地说 你们也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整天窝在家里 怎么知道外面的世界现在流行着什么 我刚刚到市区 发现了一个最新作风 狐狸们越听越感兴趣 问道是什么 你倒快说呀 别吞吞吐吐的 急死人了 灰狐狸挺起胸膛 说我看见市区的狐狸们都没有尾巴的 他们个个走在街上 既好看 又符合现在的潮流 我问了 他们说这是时下最流行的装扮 也是最为时尚的作风 只有住在市区的狐狸们知道这样做 住在乡下的狐狸都落伍了 说着 灰狐狸拍了拍胸膛 接着说 你们都知道我最跟得上潮流 因此马上把尾巴给接了 看看我是不是比你们来的特别 说完 灰狐狸大摇大摆的走回他的窝里去了 狐狸们听了 感到自己真的追不上潮流 落伍了 他们互相对望一眼 各自赶快回到窝里去 提起刀把尾巴给接掉了 从此这座森林里的狐狸都没了尾巴 连猎狗看了也在偷笑 小朋友们 听完故事后 我们知道故事里主要讲述的人物 就是一群狐狸 这群狐狸都非常爱面子 喜欢炫耀 此外 他们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尾巴 把尾巴视为身上最为重要的部分 一天 灰狐狸因为到村庄偷鸡被人类切断了尾巴 回到族里 就像狐狸们谎称自己切断尾巴是为了跟上潮流 还笑其他的狐狸落伍了 狐狸们未查明实情 信以为真都把自己的尾巴切掉了 小朋友们 阅读全文后 你们明白故事所要带出的道理了吗 记得我们做事要小心谨慎 切勿盲目追求潮流哦 接下来是问答时间 问题一 A 狐狸的坏习惯是什么 问题一 B 狐狸们之间常常发生什么事 每一只狐狸都会把自己的尾巴当作宝 并且修饰的光鲜亮丽 以突出自己的美 问题二 上面句子中里指的是什么 问题三 A 灰狐狸如何掩饰自己的丑 从文章中找出例子来证明你的看法 问题三 B 你认为灰狐狸的做法聪明吗 举出文中的例子来说明 问题四 你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道理 今天的课到这里结束了 小朋友们可把题目与答案写在纸上 再拍照转发给我 修音老师 老师会帮你批改 在附上参考答案哦 再见 我 狠狐狸 你 我 你